在这一个这个中常委的这个选举里面 被民进党的一些同志 指称是党内有党的一个大派系 这个新潮流系统 在这一次的这个中常委的选举里面 又获得了这个大胜 那么在中常委的实习里面 他拿了三席 那这吐露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讯号呢 那么因为这个新潮流系统 那么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个资源 那么他自己有他自己一个内部 很具有凝聚力的一种领导的这种传统 所以他对这个党中央的一些做法 不只是不假以颜色 甚至凌驾在民进党中央之上 那么过去也让很多民进党的这个领导人 为之这个头痛不已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新潮流系统 又拿到三席 我认为有一个人的这个动向 很值得我们去关切 就是蔡英文的副手赖清德 那么赖清德大家都知道 他是属于新潮流系统 那么他在这一次的这个民进党内的这个选举里面 他一再的对外声称 他不介入这个选举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像这个另外一个民进党的党职 中评委的这个选举里面 那么蔡英文的爱将陈明文 本来是争取这个中评委的主委的这种地位 结果居然的这个落马了 那么所以很多这个媒体的这种分析跟揣测 就认为说这是赖清德出手了 不让这个蔡英文的这个势力 可以这样子的予取予求 所以很值得我们观察的就是说 那么蔡英文即将布入这个颇压的任期 也就是说他会面对来自党内 跟这个台湾政坛上面各方面的这种挑战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新潮流如果说 要再依照他自己所制定的一个时间表 来推动他的一些主张跟政策 那么会不会将来 跟这个蔡英文产生一些冲突 那么这个造成这个民进党内部的一种分裂 那么这是相当值得我们去观察的一个重点 对